哎这个能再便宜点吗 啊不能了 这个是新日期的 就是最低价了 啊钥匙啊 谢谢啊 哎婷婷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妈妈马上就到了啊 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产带 一个人在家 有没有听话啊 婷婷知道 不靠近窗户和大门 嗯 爸爸 爸爸 爸爸不是出差了吗 怎么的这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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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 停停你在哪 停停 停停别吓妈妈停停 啊 啊 停停 昨天还在我身边撒娇娇妈妈 还有吃我做的蛋糕 今天就不在这了 柔柔 这是梦吗 风飞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 要不是你没有把门关上 婷婷也不会 都怪我都怪我 我就应该去急身 带着婷婷去买菜 都怪我 为什么我不是替婷婷去死 她还那么小 你想替她去死 也不是不可以 老公 您说什么 你老公你干什么 容容 哈哈哈林芳妃 你真的很蠢 摸油平衣死你 你老公可笑的比谁更开心 她早就想摆脱你们这两个寄生虫了 什么 你们要杀我 你们就不怕被抓起来吗 你女儿意外死亡 林芳妃伤心过度 趁我和齐生不注意的时候 吊死在女儿焚起 最终 因抢救无效 离世 哈哈哈 齐生 右手 老婆 黄泉路上 走好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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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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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茜 你怎么了 你们看关茜 怎么回事啊 他在掐他自己啊 关茜 你怎么了 这什么情况啊 齐生 你为什么要嫁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把我孩子当面上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齐生 我在公事集团事业巅峰期的时候 四肢回家当家庭主妇 最后你们一家老小 你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还不是因为我主动在的位 你是谁 你这个疯子 风言风语 保安 保安 还有你离婚人 还不是因为我脱关系保你 你能在广告行业的顶级位置吗 我对你们两个掏心掏肺 你们却背着我搞在一起 你们的良心 我要带着你们一起 银桃 怎么会是银桃 关茜小姐请您自重 温妻啊 谁是温妻 我怎么会在手里 拖下去 把她拖下去 放开我 你们 这是 如果无声在别人身上 你闹过了没有 那是齐生妻子的灵堂 晚歉 爸妈当年教你的 你全忘了 这木闹不就是为了见我 现在马上给我回去 宋伙杰 是 小姐 走吧 这是 龚总的家 龚总早就已经搬走了 万歉小姐 您再怎么想见龚总 也没有必要去隐瞒集团千金的身份 去公司实习啊 您还大闹同事妻子灵堂 我和龚总是什么关系 万歉小姐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龚家对你们万家 有所亏欠 但自从你从小离开父母以后 是龚家把你收养长大的 龚总已经对你很包容了 那他怎么还看起来 跟我有仇似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真的 天哪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看来我真是重生到了 一个凤早事 疯狂迷恋哥哥 我没有真人坐视极端的小妹妹身上 既然我能回来 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几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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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大闹灵堂 不就是为了让我回来吗 总之现在我搬回来了 你能消停吗 把工作辞了 什么 不辞 是工作不能辞 就是离开公司 报复仇了 你把同事妻子的灵堂 闹成那样 还怎么去过 放心 她怎么会为了林芳妃大闹 她巴不得 早点烧了林芳妃 世子伟大 说话尊重你的 怎么 你认识林芳妃 不认识 之前她在公司上班 见过她罢了 对啊 太久了 我好像也没什么印象 这工作我不辞 随你 当年 我是策划部旅的老大 要不是为了骑士 我怎么会辞职回归家庭 还让靠我进来的女卫柔 得到工作机会谨慎 现在 终于一次 我要把我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让你一个一个送命 吃瓜了 吃瓜了 昨天 万倩在 齐生老婆的葬礼上大闹了 最后还是被保安给架住了 她好像是齐生的小三 不是小三 我们都在现场的 万倩 好像是被齐生的老婆 附生了 说是齐生把她给 糊糊地掐死了 你想想 昨天葬礼才结束 今天就把她给烧了 这不是做雷心虚吗 都在这说什么呢 这么多策划案 要丢给我来做吗 都给我回去 那万倩的火怎么办呀 他会不会是不来了呀 他也要有胆量来 火怎么就没胆子来 小姐今天怎么感觉不一样 你还敢来 你还真懒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心虚的应该是你 李总监 你是谁 你和林芳妃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总监 你这么心虚是做什么 我哪认识什么 林芳妃 说得是压着 哎呀 哎 又来了 七哥 昨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 看到芳妃姐的遗价之后 不知道怎么 像被控制住了一样 动到不得 什么 被控制 是啊 你们后面说了什么 我也不记 只记得 我跟林芳妃一起 聊天了 聊天 她都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 她说 她不是自杀的 什么 怎么会不是自杀的呢 你是做梦的吗你 是啊 心来的别乱说话 葬礼的事情 我们就不记住 以后你说话 做事都小心点 心惹祸上身 都看什么看呢 手上的活都忙完了是吧 小心你们这月的绩效 开会去 这次的项目非常重要 方案要夹击 现在所有人把手中的活都停了 我们的商务总监齐哥 会带着大家一起做 这是个地产项目 李总监 怎么还在用宣传片子 做一做 在座的资历 都要比你紧 难不成你一个实习生 有什么好的想法 会转 引工作跟几年前一样 没什么诚心 李总监说的固然重要 但是地产生 最重要的 屈尾都是 你一个懂得说 这是一个景象界 这个上面就是有关于 大湾区的整体组 还有一些方案 还有周边 小姐终于长大了 成熟了好多 这就是我 昏于大湾区的 下面策划 真好 她怎么跟死掉的 林芳妃这么像 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根本没有实操经验 你自己把经验都拦了 下面的人 哪来的机会是操 不行 万千说得对 没有经验 哪来的成长 龚总 可是这次的项目 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公事集团 一个项目 还是赔得起 这次的项目组长 就让万千来 另外 最近大家也辛苦 过两天等公司团建 好好放松 好烈 李总监然说得 固然重要 但是地产性 最重要的 屈尾都是 你一个都没说 这是一个景象界 这个上面就是有关于 大湾区的整体情况 还有一些方案 还有周边 小姐终于长大了 成熟了好多 这就是我 昏于大湾区的 项目策划 真好 他怎么跟死掉的林芳妃这么像 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根本没有实操经验 你自己把经验都拦了 下面的人 哪来的机会实操 不行 万千说得对 没有经验哪来的成长 龚总 可是这次的项目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公事集团 一个项目还是赔得起 这次的项目组长 就让万千来 另外 最近大家也辛苦 过两天等公司团建 好好放松 好热 那边好像出事了 我们快去看看吧 怎么了千千 谁出什么事了吗 刚刚想吧 还去找慧容姐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快去看看吧 走吧走吧 我啥也没跟到 啥也没跟到 我什么都没跟到 小白 我跟你说 你要把这事说出去 你就给我打包滚蛋 听见没有 啥也没跟到 齐生 你这 你这是 张总 不是那样的 我没有 看什么看 走 这么开放 看来之前说的传言都是真的 他们两个早就搞在一起了 那齐生的老婆岂不是 那 那可是命案 万千 难道被 真的被齐哥的老婆 呼声了 你会胡说八道什么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接到匿名举报 说这里又不正当男女关系 甚至可能牵连命案 人是齐生和李慧容 什么 污蔑 这是污蔑 是谁 到底是谁 我走一趟吧 是你 是他 是他走的鬼 林芳妃 林芳妃 你和林芳妃是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你害怕了 不对 你跟那肯定有关系 你说 你说 你心虚了 难道林芳妃的死 真的另有真相 当时 只有你和慧容姐在这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说话要讲究证据 我告诉你 你没有证据 这就是污蔑 行了行了 别说了 全部带走 带走 带走 怎么了 倩倩 没事吧 他们可真是胡来 骑尸 这才哪到哪 和你没有什么 是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有什么目的 龚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啊 你以前不会这么做 我不管你发生了什么 也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你这次的事 实在是不该这么冒险 你不问我 跟他们之间 有什么仇怨吗 当初我们家 亏欠你们家 无论你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那杀人呢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作为哥哥 我不会放任你 但我也劝你 做什么事情 三思而后心 看来我在解决 他们有个知情 害得把这个哥哥 解决掉 看来能让你远离我最好的办法 就是变回原来的晚欠 你是不是 喜欢我 晚欠 哥哥 你最近 是不是有点 关注我过头了 你离开家这么久 我本来 都打算放弃追你了 但现在看来 你也不是完全对我没有感觉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 效仿一下奇生的 干什么 不成体统 当初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现在哪儿还有一点集团千金的样子 集团千金 比起集团千金 换千更像是你们公家 用来脱罪的本事吧 你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因为公家失误害死了吧 我的父母 所以才收养我们 公灵川 你不觉得你们怎么样都拟补不了我吗 要是你们 就少管我 好 你说的 要 你们两个 别放着我 就是你干的 对不对 你举报的我 到底要我说多少次情了 真的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和林芳妃 到底什么关系 七哥 你要真觉得我们老子间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查 你们这么警觉害怕 到底是不是 真的做了什么事 不然 怎么会这么害怕 这是做了什么呀 这是 这是 不行 天哪 真没想到 我们要是真的对林芳妃做了什么 也不可能被放回来 你不知道我们和林芳妃的关系 交心十余年 没有人比我更在乎她 所以我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几点 交心十余年 那就是林芳妃致死 都不知道你们俩 为着她捧着一起 你 变成功十余年 人 干什么 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 还不是你无劳 干什么事 万妾 威脸 威脸不了我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放心 我已经叫人去查她和林芳妃的关系 要是真查出来点什么 扔死她 李总监 你过来一下 你怎么来了 万妾 让我来给你送醒酒的 她 你跟她很熟吗 肯定是跟你最熟啊 怎么 怕我跑了 我总觉得她和林芳妃很像 一拼一笑简直太像 你说 她会不会和林芳妃有什么关系啊 别想了 林芳妃已经死了 就算他们有关系又能怎么样 我们眼下最要紧的 拿到钱 找个时间和林芳妃爸妈叙叙旧 爸妈 他们要对我爸妈做什么 在找他们叙旧之前 我们还有事没做呢 不行 妈妈还有可能有没有想 自从我走了之后 再也没看过妈妈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你这次因为芳妃的事 伤心的中风 雪土 还要走来走去 真是胡来嘛 他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故意躺在床上 芳妃的遗体咱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芳妃呀 她还在 她还活着 我这个当妈的 食指连心呢 我能感觉到 吉神不是说了吗 火化了 你怎么这么讲呢 妈妈对不起 女儿不孝 我侧心大事 谁让女儿侧心 没办法和你们相伤 我要赶紧好起来 去找咱们的芳妃 你好了 我陪你 一起去找 老婆子 去这一次 回去这一次 我听听 慢着点 他怎么 爸 妈 你来干什么 我们家不需要你来 老婆子 你少说两句吧 吉神这孩子多孝顺 还湿不湿得来看我们呢 爸 没事 自从芳妃走了以后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我们的心情你能理解 当初芳妃走的时候 你连最后一眼都不让我们看到 这丧尽天良 我女儿就是一害死的 老婆子 吉神 她也太伤心了 送胡话 你别往心里去啊 爸 我从小就没了亲生父母 我早就把你们当成我的亲生父母了 好孩子 对了 我这里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要不我们去屋里边说 屋里说 先生 你到底要对我帮他做什么 爸 这签了这个呀 以后你们就放心了 慢走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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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哭了孩子 你怎么就哭 你是谁 受委屈了 孩子 我只是想来问个路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这里 我闭着眼睛弄的走出去 你问我就好了 你这么大的人了 你不会导航吗 这还是我女儿教我的 你下载一个导航 你要去哪啊 我要回家 可是我回不去了 你和他们吵架了吗 跟家里吵架没什么的 我女儿还在的时候 动不动就跟我吵架 他看上了 我现在这个女婿 那是要死要活的 幸好他眼光好 秦升这个人呢 还不错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你到底是 你是 你是 怎么哭了 孩子 你怎么就哭了 你是谁 受委屈了 孩子 我只是想来问个路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这里 我闭着眼睛弄的走出去 你问我就好了 你这么大的人了 你不会导航吗 这还是我女儿教我的 你下载一个导航 你要去哪啊 我要回家 可是我回不去了 你和他们吵架了吗 跟家里吵架没什么的 我女儿还在的时候 动不动就跟我吵架 她看上了我现在这个女婿 那是要死要活的 幸好她眼光好 秦升这个人呢 还不错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你到底是 等等 你干嘛 我是找你有事 你不是说我少管你吗 这什么意思 人家说的都是气味 你的大总裁 不会跟自家妹妹 计较这些 哥 我没爸没妈 只有哥哥您了 我都撇着脸来找你了 你好歹 也姑娘一下就行了 说吧 什么事 我需要用两个人 我要密宿给你安排 再见了你了 万倩 你真是有一个好哥哥 有人半看着半王 至少能腾出手来 对付其声 怎么样 万倩的调查出来了 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怎么可能 他们肯定有关系 你绝对查错了 我选的人 你放心吧 绝对不可能出错 可能有的人天生就是磁场不合吧 他年纪轻轻刚毕业 想往上爬 那我们俩自然就成了他的靶子 别多想了 我们眼下最要紧的就是 拿到林芳菲爸妈的巨额赔偿 出国度蜜月去了 林芳菲爸妈的巨额赔偿 林芳在父母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小姐 现在他们还没有出门 还没确定会发生什么 好 如果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公子汇报 车门可能要开始行动了 我不能够领便 或者 我还可以直接问问啊 喂 是谁呀 我是上次跟你们聊过的那个女孩 我跟街坊问到你们的电话 我上次有东西来在你们家了 能帮我找找吗 哦 是你呀 我们现在有点事要出门 晚点回来给你找 有事儿 什么事儿 我女婿呢 可孝顺了 上次他们公司带他们去了个好地方 这次呢 要带着我们也去看看呢 爬山 你咋知道了 那不是爬山 妈 哎 她的腿 那能去吗 那个山路也不冷 都是动作 对腿脚也好 不是 叔叔 你这次先听我的 安全在这边 就不要去爬山了吧 闺女儿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 都注意着呢 放心 那 那我丢在你们家的东西 不见了你可得陪我 你这鬼 我们上次好心的安慰你 你还要讹诈我们 我看啊 你这就是新兴的诈骗手段 你别说 这公司还挺会找地儿 我在村里 还没有这么舒坦的地儿 是啊爸 这方飞走得突然 我们得好好生活下去啊 对吧 多亏你啊 孩子啊 不然 我们都不知道 会痛苦成啥样 别看你妈说不好听的 你的好 她都记着呢 知道 我都知道 老婆子 到那边看看 啊 再看看 再转转 你拦着我干什么 你找的什么破地方 到处都是监控摄影 这里 好不容易是一个 未止绝佳的地方 你如果真把他们 推下去了 我们肯定第一个 成为怀疑对象 那你要怎么办 给他们养老送送啊 我可不可以 这一次 我就是在监控之下 杀了 你疯了 如果是在监控之外 他们真出了意外 我们肯定逃脱不了嫌疑 但如果是在监控之下 那监控 就是证明我们清白最好的证据 说他们意外死了 谁还会怀疑到我们头上 四季 再快点了 叔叔阿姨 你们身体要紧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还是容容细心啊 好 鸡声 果然说的不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应该接触接触大自然 是啊 爸 妈 我正好带了相机 要不然 给你拍张合影 诶 好啊 你们就坐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卡地 风景还好 好 来 来不及了 接口试 好 坐好了 微笑啊 爸 我跟你说 这个手得放在这儿 两个人挨近一点 你这谁要你啊 再挨近一点 七少 谁 天空那可都拍着呢 你要是该有什么动作 你就玩呀 七少 放心 你我挡着你赶紧动手 要是再犹豫的话 我们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机会了 你前脚刚给林副林木 买了具有个意外保险 后脚他们就出了意外 你肯定是 神烟火人对象 出什么意外啊 七少 这人什么意思 爸 没事 这是瞎说的 不要管他 你干什么 林风飞 他没死 什么 风飞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怎么可能 我竟然看着他被火烧烧烧灰的 林风飞的音音不是一直弄着着你们吗 你们不信 你们直接早就猜到了他没死 你们可以用一千字但不能失败一次 否则会万急不复 你们要想好了 走 干什么 这是最好的机会 这个人说的对 走 见什么 走 是最好的机会 风飞 我的女儿 你没有死 太好了 她没有死 叔叔阿姨 天快黑了 你们待在原地别动 让人会上去接你们 果然是你 在葬礼上 对我大打出手 公司里针锋相对 团经会上耍阴谋 让我们栽了根本 现在 都跟到林风飞爸妈这里来了 你跟林风飞果然有关系 你们不是查了我的生活 怎么 有查出什么 你这还需要查吗 你们干的那些破事 也不怕被人发现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乎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不知道吗 少这么给我逗圈子 现在怎么 是心虚了 你们眼睁睁看着 林风飞死了 看着她被火烧成灰 现在这么怕 是怕她 回来给你们所遇 到底是她回来 还是你的心愿 在做心 你少在这胡人 现在不是她胡人 是你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们纵横心验室 会一渐渐 被忽畏了 你他妈找死 公总 公总 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我叫万千来这儿 对接景区的项目 闹想你 为什么会在这里 景区项目 公总怎么不和策划部 这边说一声 我做什么 难道需要过问你 公总 容论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 我们还有事 我们就先 先走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是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的 你是我哥 我当然要好好利用一下大总裁 到底是谁 你心里 不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吗 那万千呢 你放心 他现在很安全 我能感觉到他 还在这个身体里 只要我完成 我最后的一页 我就会离开 快要下雨了 我 注意安全 李妄妃 加油 真的是 这个万千居然越过我 直接和公总对接 好大的胆子 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你说 他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危险 就算他知道些什么 他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这次我们的事情做得非常隐蔽 他不可能抓到任何我们的把柄 他次次坏我们的好事 这次林芳妃爸妈也知道了 以后我们还怎么解决他 怎么了 这什么 这是窃听器 他包里好心理我解决他 你方便帮我救他 万千 是万千 这个女人 真不简单的 那我们说的话 不会的 我这几天都没拿这个包 她办办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成功 她能捏不了我们 她和林芳妃绝对有关系 我们什么都查不到 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万千 就是林芳妃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 我亲眼看见她被烧成了灰 我当然知道 但是她的言行举止 她所做的一切 还有她今天 主持我们做的事 一切的一切 都在证明 她可能就是林芳妃 她怎么可能活了过来 我们的计划不是天衣无缝吗 有一种最好的办法 可以证明她到底是不是林芳妃 你们的女儿 齐 在这跟我装算 居然敢把窃冰棋放在我包里 你好大的胆子 窃冰棋 慧容姐 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来针对 是因为公子 太重能力的人 可什么 万千 我想整你 有一万种办法 我有一条价值好几万的项链 这条项链是我最喜欢的 行啊 但是今天 这条项链在公司弄丢了 我的项链丢了 有没有人看见 李慧容 太可笑了 你当他们都是瞎子吗 那你问问他们 李慧容 这个公司 被你和其身搞成这个 我看见了 就是万千 把你的项链偷走了 是吗 你 给我搜 我 你看你看 李慧容 万千 我想整你 有一万种办法 你们都没有看到 李慧容他做的 好大了吧 这下 我 我看到了 我看到 慧容姐什么都没做 项链就丢了 是万千 万千 他把项链 藏到这个包里 是吗 万千 还不服吗 万千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 你真的在不断刷新 我对你的认知 其实你眼光也不行 你 你 给我把这个小偷赶出去 要想赶我出去 也要有这个资本 我没有这个资本 难道你有 王千天使 万千 品行不端 正式被公事集团开除 有无路用 你们好大的胆子 公总 公总来了 公总 你在这干嘛呢 公总 我们公事集团向来 最注重就是员工的品行 现在策划部 出现了一个品行不端 偷东西的人 我们正准备开除处理呢 偷东西 公总 十万千 偷了这条线链 我们从万千包里 翻出了我的项链 对对对 就这条 把他给我赶出去 听到没有 把他给我赶出去 有无路用 公总说的是你 什么 偷东西的是他 我用秘书你搞错了吧 我倒想知道 我妹 干嘛偷你的 万千小姐 是公事集团的签计 她来公司 是实习学生 什么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调查过她 她就是一个小职员而已 原来是你在背后她 你觉得你能查得到 公家人的信息 从即刻起 你们两位 公司做开除处理 从此以后 公事集团旗下 所有公司及合作方 永不录用 等等 公总 这是个误会 这个女人就是个骗子 又是个小偷 刚才那句话 我要整你 有一万种 你是故意的 你害我名声尽尸 破坏我的如意算盘 现在又要把我 赶出公司 林芳妃到底 为什么会和你 扯上关系 那样看 你们对林芳妃 做了什么 你 你都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知道 那你一定不会错过 林芳妃女儿 被绝粉的信 过两天 是婷婷的生日 我们疼她 要把她挖出来 送到她去 该去的地方去 错 要 回 对 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滚 滚 滚就滚 待你 走 你没事吧 他们怎么能这么 那可是齐山的亲女儿啊 我去派人 把婷婷的坟墓 看守起来 不要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不敢去想 我女儿的死 到底是意外 还是他们干的 你想做什么 我都可以配合 这次 他们必定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要他们自己揭露真相 亲手 葬送自己 那你还是 决定要去 我不仅要去 我还要一个人去 我手上没有他们杀害我的证据 只能隐身犯险 又拼他们 对我几十二年 我越来越觉得万倩就是林芳妃 我早就说了 她就是林芳妃 你怎么确定 女人的直觉 如果她是林芳妃 她一定会来 她果然来了 林芳妃 你来了 林芳妃 接受 身败名裂的感情 如何 芳妃 真的是你 你怎么可能没死 果然都是你对我们做的 林芳妃 你怎么还不去死 我死了 我被你们活活掐死 亲手烧成了柜 我早就死了 那你怎么 怎么还没死 怎么会是现在这个女人 站在这儿 或许是因为上天的不死 或许是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 又或许是因为我执念叹生 你怕什么 她死过一遍 就能死 第二 你现在什么都知道 如果让她活着离开 我们也全都完了 我和你们到底有什么仇言 你们要这样子对我 芊妃 李慧荣 我对你们是掏心掏肺的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芳妃 人往高充走 水往金属流 你已经没有价值了 我和芊妃要在一起 你和你女儿都是祖安 你还不知道吧 你女儿齐平 是我从楼上推下去的 什么 我让她跟着我 她就来了 她太小了 我轻轻一吞 她就掉下去了 李慧荣 你该死 你该死 李慧荣 你的工作都是我给你开的后门 你没钱的时候 生活费都是我给你的 我不奢求你给我什么回报 但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这么对我的女儿 要不是因为你住住压着我一头 我一个人也能拥有其身的爱 我也能坐到策划总监的位置 你就应该在厨房里生儿育女 洗一口饭 别死 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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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成全文吧 你当初 你当初不是任劳任怨吗 现在 只需要痛一下就好了 林芳妃 你没死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们给抓过来 你活不了的 你这辈子只配当一个孤魂野鬼 你不是想听的吗 你不是想听的吗 现在我就送你去见他 下去 七生 李慧城 你该不会以为 你打个电话就会有人来救你吧 当初 我们为了找这块风水宝地杀你 可真是跑了不少地方 这里一点星号 方圆石林渺无人言 你还想逃出去 等有人发现你失踪啊 你的尸体 早就化成了谱 你女儿死在这里 你在这里被杀害了 你说是上天在帮你呢 还杀害 齐生动手 这次让他死透 我看他还能不能回来 好 住手 怎么会 我明明已经提前让人守在外面了 就你们这几个人 也能跟我们公家人比 跟倒霉 你找死 行 公总 公总 这个人不是万千 她是林芳妃 你妹妹都不知道被她弄到哪里去了 是是是公总 你可能不信 但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她和之前的万千差别这么大 你肯定有所察觉 我救的就是 我做到了 他们要杀我 杀人未死 这里没有露燕 然后证明方妃和她的女儿 都是被他们杀死 我离开以后 你一定要替我犯 把这两个犯人送进监狱 这一切 都是你设下的局 完了 我完了 林芳妃 你应该去死 芳妃 你应该去死 我要 芳妃 林芳妃 你就应该去死 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 你就应该去死 你应该去死 完了 我这辈子毁了 杀人毁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刀 120 快 120 放心 不是要挨 我只替万千 帮你挡了刀 挥进了她的身子 就要替她做她想做的事 我离开后 芳妃就会回来 那你呢 你去哪儿 我不知道 不要告诉我爸妈 我不想让他们再设计一次 好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你不要走 我来想办法 芳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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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去死 不要 芳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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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应该去死 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 你就应该去死 你应该去死 芳妃 我这辈子毁了 芳妃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刀 120 快 120 芳妃 芳妃 不是要挨 我只替万千 帮你挡了刀 挥进了她的身子 就要替她做她想做的事 我离开后 芳妃就会回来 那你呢 你去哪儿 我不知道 不要告诉我爸妈 我不想让他们再设计一次 好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 你不要走 我来想办法 芳妃 芳妃